拿走了这张神力面具 这才引发了先前的故事 九个月过去 悲催哥的儿子顺利出生 却没想到儿子居然精通72遍 趁着父母不注意 他对着自己脑袋吹气 直接变成一颗气球脑袋 当看到悲催哥错把电灯当奶瓶时 立马睁大眼发出警告 这才保住了一条小命 而这个消息也传到了洛基这里 他只要找到这个怪胎 就能找回面具 接着洛基根据当天出生的婴儿表 挨家挨户寻找着本村 但一次次都扑了空 没过多久老婆就要出差 留下父子两人在家 悲催哥头都大了 每天在家办公室 儿子都在那儿大哭吵闹 他只好让儿子坐在电视机前看动画 家里这才安静了不少 结果动画的剧情过于浮夸 儿子居然跟着学了起来 更令人没想到的是 那张不见的神力面具就在狗子这里 在好奇心的驱动下 狗子戴上了面具 获得了神力 进化成为神力狗蛋 狗蛋看着家里这位怪胎 觉得必须将其除掉 这样自己才能重回悲催哥那温柔的怀抱里 一场狗娃对决即将展开 隔天悲催哥还在工作时 儿子居然跳起舞来 那琉璃又夸张的动作 以及那一张张变幻的面孔 可把悲催哥给整蒙了 搞得他怀疑自己工作太上头 出现幻觉了 随后儿子仅用一只手 就拎起了悲催哥紧接着 洛基表示 这个痛我知道 这时狗蛋出场了 他将炸弹做成玩具 递给悲催娃 可万万没想到 狗蛋开心坏了 以为自己把对方炸得粉身碎骨 刚叼起骨头在那啃 结果却是悲催娃做的炸弹 看来一山更比一山高啊 很快 洛基就找了上门 并确认悲催娃就是他要找的娃 然而父子俩刚好出门 洛基便一路跟随 在小巷中拦住了父子俩 见悲催哥不愿交出儿子 洛基便掏出一颗巨大手雷 直接丢去 儿子瞬间用双手换做盾牌 这才保住了两人一命 紧接着洛基召唤出大火球 刚要丢去 老爸宙斯却上身悲催哥 指责他这么久都没找到面具 一气之下 直接剥夺了洛基的所有神力 等到宙斯走后 悲催娃伸长手臂 抓住两个垃圾箱 直接砸得洛基原地倒地 成功让悲催哥逃过一劫 这对神仙父子真是逗逼 晚上洛基潜入悲催哥家里 利用魔法阵召唤出宙斯 表示只要让他恢复一个小时的神力 就能找回面具 宙斯答应了 让洛基成功恢复了神力